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那个舞会跳起来是强化身体哪个部分 其实就是有氧运动的一种有氧舞蹈 很多人都觉得有氧运动就是有氧舞蹈 其实不是有氧运动还包括挤脚踏车 还有游泳 还有慢跑 还有爬楼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 每个礼拜安排差不多两次到三次的有氧运动 因为有氧运动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加强我们的新生代谢 血液循环之外 它是给强化我们的心脏 你知道一个人的心脏就好比一部汽车的引擎 心脏只要很强壮 这个马力就十足 火力就有体力 那另外呢 其实所有的减肥运动 只有有氧运动才可以减肥 其实没有什么局部减肥啊那些 所以如果你想减肥 想身体好 就是要做有氧运动 不过你刚刚像我们运动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冷气很强 会不会造成你这个运动的一些伤害啊什么之类的 或是你跳得太过剧烈的这一类 其实一般来讲 这个空调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顺畅的空气的环境 那在目前台湾是必定在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很好的空调 但是最忌讳就是运动完之后 你当着这样冷气这样来吹 所以如果一个专业的老师他应该是 除了上课调整音乐 调整动作之外 他应该也能够适当地调整那个空调 比如当大家运动完之后 他可能不能用这个 可能用一些送风就好 不要用冷气 这样确实会造成这个感冒或者风湿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您很多人教 您教过很多人跳这个有氧舞蹈 那您本身有一些这种健康的俱乐部 那么有哪些明星啊什么的 名流的他们有没有去你们那个运动 有其实有很多 那还有就是说要强调就是 现在做运动的人 其实不是说只是减肥的人才去 身材败也会去 不然身材就会很多人去 也不是说很有钱才去 因为现在运动很大众化了嘛 像我看到的不是说只有在我那边俱乐部 其实我了解有很多人在运动 像以演员来讲 好多都是身材很好的 像我刚刚有在节目前讲 最勤快的几个 我印象中的像红楼红 红楼红的身材很好 他前阵子要出唱片的时候 因为出唱片要宣传 要体力 体力之后还有一个良好的外在 对不对 要参加健美比赛 他就很勤快 然后我知道他喜欢做健身房 那我知道像杨玲 他在跳有氧舞蹈 从我们的韵律中心跳 跳到现在俱乐部 他已经有跳了五年了 他非常就是很勤快的一个学生 所以他现在身材也不错就是了 所以才会当最佳的主角 原来是去跳运力舞 不是去的 然后另外像我知道张兴哲很喜欢游泳 然后我知道张婷 他因为拍戏有个缘分 他去俱乐部之后 他从那时候到现在 有一次一年都一直在运动 所以像这些演员其实我蛮佩服的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人在运动 但是持久的人 有痕迹的人真的不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身材都很好 也很年轻 可是他们还会就是保养 然后其实都是经验 因为他是让他走在舞台前面的人 他更需要加倍的体力 更需要好的外在 像我本身也有一些运动 也去健身房 不过我比较喜欢去的是那种属于那种 比较古早性的那种机械式的 那就看到很多这种健美的 他们专门练健美的来 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 有为者亦落似 其实真的是运动是靠气氛 那像有些人他就是像 像渔夫去的地方就是都很专业的 像你刚说像健身院这样子 那去的人都是有些很多是练健美的 那可见你的程度已经很好了 你需要那种高蛋白 对 配合隐私 然后其实像我们在推广的 是比较生活一点 就是很多人他甚至全家大小一起来 你们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只要来运动 不管你是面得很专业 希望你非常轻松来运动 也可以游泳 也可以游泳 也可以按摩 你看你刚刚讲的 还可以起早餐车 对 我刚刚讲过说 有些演员他真的很累熬夜了很久 他早班刚早上才收工 他就没有办法来运动 像我讲的傅娟 我记得差不多在七八年前 他早上才收工 他还可以跳我们早上六点多的舞蹈 但是最近他不太一样了 他游泳加上按摩 所以他的每个阶段 因为他的工作 因为他的生活改变 他会去选择不同的运动 跟保养的方式 是 不过他们这些明星 如果到那边去游泳 我会被人家认得 被人家看出来 人家说 你的身材 我想他也有些压力在 有些压力 但是这种压力其实 可以靠服装来演示 那事实上 穿得宽松一点 就像我现在胖的时候 我就穿这样 没有 其实 其实是这样子 有必 有必 就是大家认识他 有压力 但是有力 因为真正的地方很温馨 脱掉便服 穿上运绿服 穿上运动服 大家都喜欢 就有一种亲切 让他另外一种温暖的感觉 那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政治界的人 像我知道政治界的人 比如说我知道丁守仲 他自己在家里面 有一整套的那种 健身房的器材 那像新党的那个陈奎淼 陈奎淼 他是在来来 听说他可以 上蹄100公斤 他是用健身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名流 不过你要讲之前 我们先喝口茶 好 好 来 我们这个 请我们这个所有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 休息的时候 深深懒腰 先运动一下 我们自己叫唐亚军老师 来尬公安装运动 如果我们要一般上班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运动 就是一直坐着这样子 其实我们还是 刚刚讲过嘛 就是其实你还是要一个 比较专业的运动时间 就是说一个礼拜 可能不管你是打高尔夫球 打网球 或者是游泳 或早上起来慢跑 或者骑假车车 都可以 一定要安排有氧运动 就是一个礼拜 两次到三次 但是其实我们 平时也可以就地运动 比如开车啊 或者在家里看电视的事 比如说现在有这个观众在 观众朋友大家都坐在那边看我 看我的时候她要怎么运动 你就可以利用椅子 椅子像办公室体操 对不对 那我们上班的族 最麻烦就是她的肠腰痠被痛 所以越是痛 我们越是要去活动一下 那比如说你现在 对下半身坐得不动 上半身扭过去 用双手去摸摸这个椅背 你头尽量看镜头 我还可以 还不要失去你的画面 对对对 这样看我的电视节目 这不是太可怜 这样也是扭扭腰也可以吧 其实很多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云 对 刚刚这个唐老师是特别说 要这样子 然后眼睛保持叮叮的电视 腰有没有感觉 有 不 眼睛叮的电视是我讲的 没有 OK 那刚刚我们讲到一些政治的名流 那么我刚刚说 除了这个丁守忠 陈奎淼他们 我看到 看过他们运动以外 你知道政治名流里面还有谁 对像我们这样讲 你会发觉他们两个人 就有一个外形 就是 他的外形看不穿的年纪 所以从这一点看 有运动人就是没想到 对不对 你看看 真的需要很多的体力 刚才找那么 跑那么多拖 对不对 然后他有好的体力 他外在外形 我们看陈奎淼 他事实上 他的外形比他实际年纪年轻很多 那我知道的就像 我们假裁是讲一些 像我们知道 我们神医会的帅哥 周锡伟 周锡伟 他早期是打篮球 他在神医会听说 因为他家住台北 然后他在神医会 他会打篮球 后来呢 因为跟我有个机缘认识之后 我们都是那个 一个社团的学长 这样子 他就开始做健身房 那还有就是 我早期知道有两个人也很爱运动 但是我不晓得 他们最近好像有了变化 是不是最近停了运动 但是他们早期真的很爱运动 就是像杨泰顺 新长的杨泰顺 还有这个李永然 李律师 他们两个都是早期很有耐心 很有恒心运动的人 不过最近可能看外星 最近可能有点停断 跟我一样嘛 对 不过立法委员的运动 这个 政治人物的运动 还有一种运动法 打架 立法院上面打架 那不是运法的运动 不过我们在话再讲回来 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些这种 您有没有替一些这种名流 或是来设计这种 整个运动的cos 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的这种 明星啊什么 都是有人在帮他设计 什么运动 有没有这样子 有些比如说 常常有 电视知道我们有一部戏要开拍了 然后那个 制作人或者导演 希望他女主角 能够短期中减肥减下来 或者说男主角 因为在剧中的扮演 他需要一个更好的衣架子 很好的身材 魔鬼终结者 对 那就会针对他 给他就是 制作人的要求 我们针对他戏里面的需要 我们给他一个短期的训练 会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像我们知道 刚刚提到像诚意性 我们知道他都是 一定是运动选手 可是他来得很轻 因为他更需要体力 他更需要体力 所以他会来做一些有氧运动 像跑步鸡啊 或再练练举重 来加强他一些背力啊 腰力啊 打棒球嘛 重点做一些强化训练也有 所以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是你们有给他计划的 有有 因为我们不管是游泳池 或者是这个健身房 都有种专业的教练 他们都是国内像体育系 像体育学院啊 这些专业的这种毕业生 不过我们知道的就是有一种 也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像我在健身房里面 还看到那种牛郎 就知道渔夫喜欢问这样 因为观众比较喜欢听这个话 不是 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做 弄打花演的嘛 那么他就是演那种 他是演武兰 那么他拿着一个圈圈 然后上面有两个把手把 然后直接身体就这样伸直 然后就爬起来 甚至爬起来 那要很强悍的压力 渔夫说的这种特殊行业的人 其实不是男的女的也都一样 他们需要更强的体力嘛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牛郎的这种 到你们像你们这一类的按摩动 曾经看过 曾经看过 我记得我们公司刚开幕的时候 有一群 那现在他们都比较 就是可能生活不正 那筹备其中 筹备其中 他需要一个目标是 在短期中把自己的很好的体魄 体力还有好的 交好的外形 所以那时候会比较轻快 可是正式上班之后 可能就生活一不正常了 他就不来了 所以最近都没有看到这些人 那有这样子 就是说 好的外在嘛 好的体力嘛 好强调一些 你要说他们强调一些妖力 背力啊 可以选择特殊的一些器材 来做一些训练 我看过他们练这种杠铃 是这样拉这种杠铃 然后这两边是很重的 然后就这样站起来 那因为这个要很强的 妖力跟妖力 对 跟这个腿力啊 后来有一次有一位中年的这个男子 他来的时候就变得很好笑 他一看到我们 一直看到那个流浪在练那个 后来他就问他说 为什么他们练那个 我说听说队友有好处 这样他每天都练 换成他自己 其实这样好的体力 做什么事情都有好处啦 那有没有说 有些人常常在讲说 去那种地方有一些是大哥的女人 我想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我觉得啦 如果说是夜生活的人 他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持久跟狠心 他或许会在冲动之下去参加一个健康俱乐部 但是事实上他要来的频率真的越来越看不到 他们反而会比较喜欢去做做三温暖啊 做做一些比较懒人的运动跟减肥 那真的到俱乐部能够长 就是很恒心的去持久的来参与的人 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跟健康的心态 基本上都是比较健康的那种人 对啦对啦 因为要运动其实 所以需要靠恒心 像我经营这行业 我从事这行业15年 真的能够保持定期来的人 最后没有很多 所以像那种人都很佩服他 所以最主要是要恒心就对了 要恒心才有办法保持这样健康的体育 真的喜欢的人 你把他打都打不走啊 女孩已经好像上瘾了 他没有运动他就眼睛睁不开 没有运动他就没有笑容 没有运动他就没有恒心 没有星星很多 那有没有人在这种 像这些这种运动的场合里面 然后开始去勾引 我不知道勾引 发生恋情 有没有这样的 尤其我们知道 这人在运动的时候 好像是特别这种 会有这种气氛出来 在现代的人都很现实 都很繁忙 所以不像在学校的时候 都有机会人家日久生期 有机会就 有接触的机会 就有可能有缘分的产生嘛 那任何场合都是有可能 那据我所知 没有人刻意来这边认识朋友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蛮赞同的 因为我刚才说 来运动的人都是很健康的 都是很好条件的人 但是之前 有没有人刻意这样 真的我知道我经历那么久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有的话蛮鼓励的 因为这种人有恒心啊 对不对做事情 运动有恒心做事一定恒心 一定是条件很好的人 是 不过这个 我要问你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发胖的记录 我自己有没有什么 发胖的记录 发胖有啊 我现在就正在减肥 那你有怎么样恢复标准的身材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注意饮食 然后要运动 让你新神代谢要正常 那人都是年纪一大 新神代谢就差嘛 就容易发胖 那我自己减肥 我为什么会发胖 因为我最近就是 工作也比较忙碌 那就是做经营管理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像以前 就固定一个礼拜 那要上五堂六堂课 去教有氧舞蹈 那我必须靠自己去运动 靠自己运动就有时候会 这个 时间上就会自己会偷懒 那 就 还有就忙着工作 忙着最近刚好结婚嘛 所以就一直发胖 那我最近 又开始注意了 结婚那以后为什么会发胖 因为谈恋爱没有时间运动 没有不时间讲 是有运动 但是运动的方式减少 时间也减少了 还是有啦 方式也不一样 是不是 我开玩笑 你继续讲 没有 那我自己的运动 就是我时间比较忙碌 然后 我是在家里 摆一部脚踏车 那现在第四台的节目很多啊 所以不会无聊 每天可以看新闻 透过看新闻 一个钟头的时候 我就骑脚踏车 骑完脚踏车 那我去冲个澡 然后 心很安 很舒服 我一定要让我每天流一点汗 再忙至少三十分钟 骑脚踏车 对 这样子是怎么样 然后再配合不要吃宵夜 然后 配合这个睡眠 要适当 那我就觉得 一个礼拜我就觉得 好像要抓回信心了 那你本身是舞蹈 舞蹈系出身 那你的整个 像整个这样的创业的过程里面 我知道就是说 有些 这种健康俱乐部 可能我们交了钱以后 那就被骗了 然后他就走了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人 那结果你还没有享受一些健康俱乐部 就自己本身就已经被骗了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 但是余副 我要指证你不是健康俱乐部 是很多俱乐部 俱乐部它有很多种 还有度假俱乐部 有城市俱乐部 有吃饭俱乐部 有乡村俱乐部 有高尔夫球俱乐部 那其实我想这些业者也许也不是有心要去骗消费者 只是他们错以为这个行业可能很好经营 那利润很高 可是经营下来之后发现问题重重 那他们刚开始是为了赚钱才投资的行业 所以他们当然没有恨心跟耐心去继续经营它 那像我们就是真的是为了兴趣 而且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就是很自然的产生去经营这个行业 那业务俱乐部来讲说在很多人都早期认为说 我们的管理好 都是建设公司啊 厂商很多水电啊 什么厂商很多 所以呢 我看个俱乐部 一个厂商负责50张卡 哇我们第一笔投资了5000万就离败了 讲得很天真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厂商能够消化这么多卡 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人际关系 好到说可以一下把卡卖那么多张还是问题 就算他真的能够在短期卖那么多张卡 把投资的这个资金赚回来 可是其实一个俱乐部最重要的 最大的压力 经营压来自于固定的管销费 所以常常就是有的人就是一开了俱乐部 确实收了那么多钱 大家就赶快分了 就每个月一开门 每个月要四百五百万的管销 一般城市俱乐部大概要这样子 那小的健康俱乐部要两三百万管销 他们受不了了 他们就说那我就转卖给一个不懂的人 你看我会员收几个就那么多钱了 而且我早期已经收了一两千个会员了 然后现在这些会员都固定会来你这边消费 外行嘛 其实很多土财组金真的也有钱 我想就吸引人他就下来做这个行业 结果他发觉软体不好人家怎么可能再来消费 就他固定每个月开门就要两百万到五百万的管销 不久他也就垮了 垮了 所以就是业者他本身在做这个行业的出发点 就是已经不是在于真的兴趣啊等等 就是为了赚钱 那因误解而结合 那就让消费者牺牲掉了 那你最近刚刚结婚 那么我等一下一个非常非常的婚姻问题要问你 不过现在先不要问 我先问你两个人的运动 两个人的这种 比如说两个人坐着在看电视 或者两个人一起做这些运力操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运动有没有 有啊很多啊 什么亲子啊或者夫妻啊或者是朋友啊 你今天今天不要朋友好了 做亲子啊做亲子 我做你儿子 没有 我要做你女儿啊 要怎么做呢 我们做一个亲子 大家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都做过 很简单就拉拉腰喔 或者是说像我们打高尔夫球 或者你打棒球 之前都做做伸展操都很好嘛 是怎么做 里面脚身子那外面脚弯 外面脚弯 对那重心往外 然后外面两手呼 然后把力量往臀部的方向往外的路拉一拉 同时喔同时一起往外 腰有没有觉得紧紧的 有没有 有啊 不过这个是我在做运动 我以前练柔道的时候也会做这个 对啊就是拉拉腰 其实运动就是很简单 还有就是我们拉拉背喔 对 脚不能弯曲太多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这样肩膀 手将上半身往下压 在不摔跤范围之下 哇 拉拉后腰 组织节目真的很辛苦啦 还要做运动 运动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我又回去啦 OK 那除了这些运动以外 我刚刚说一直在说一个 要谈到你这种恋爱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喝口茶我再问 好 不能乱问啊 大妈 心如 艾兰 谢谢 我爱你们 你留给父母亲吗 对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的老公 那为什么要留这样子呢 因为事实上 创业需要很多的配合 然后我的家人 我爸爸妈妈 我妹妹 因为我们家都是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 我爸爸是空军嘛 我爸爸是家庭主妇 所以对一个这样的家庭背景 要去做那么大的生意 会很担心 会很担心 这么多年来 他们在担心中 然后又要配合我很多 可是你还是得奖啦 所以这个奖其实是大家的棒 这是什么 青年创业奖是吧 对对 恭喜的恭喜 而且我妹妹她 一个人在外面 在做生意的时候 而且我是从那种开创新事业的 公司占了人手 又是财务方面 我妹妹在差不多 不到20岁的时间 就已经 part time 在我们公司管财务 一直到大学毕业 一直到现在 一直在帮我管财务 这个是运动后 运动后 运动后 运动后的照片 这是运动前的照片 所以其实我天生是很胖的 好多宝贝在里面 你看 这个男的是谁呢 那个男的就是我 我亲爱的老公 第一次 不是 第一次认识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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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 对 那你们两个很快就结婚吗 对 我们是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 因为很急了 还是年纪很大 两个年纪大 所以呢 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心子 就觉得很快就知道 以我们过去的智慧跟历练 觉得就是你了 就是这样子 那他是怎么样 是比较 他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他也是很急的 做很急的 其实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事业去就是认识 但是事业蛮有关系 他是做这种 欧美线的那种户外运动 像那种帐篷啊 钓鱼啊滑雪 都是做休闲的 所以讲讲好像有点结合 但是虽然事业还没有结合 但是个性上都已经蛮像的 是 那你像刚刚我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 一个这个青年的这个创业楷模 那是不是要跟 就是如果年轻人自己要创业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话 像你家人这么担心你 然后你有什么话要跟这些年轻人说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 不要好高无援 不要常常怨天尤人 不要常常有那种育人不俗 多要求自己就算吃亏 其实也是占便宜 因为你多学到很多 那因为自己带很多年轻人 那因为自己带很多年轻人 常常看到那种人就是说 价值观太现实了 反而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那我自己喔 我自己的办公室有一个饼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他们觉得我有点这样 我自己也觉得啦 共男共好 杀人杀夫 这很多事情 我的价值观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 我觉得钱是其次 学到经验才是最真实的 好 再先一段时间 我们再来运动一下 好 现在还要运动一下 对啊 好啊 可以啊 阿姨阿 阿姨阿 阿姨阿姨阿 你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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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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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键你 我没关键你 我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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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啊 Armour 二啊 叫这带 developments 答案 日外再带你 来 回来 1 2 1 2 来 跳起来 这是优 proceso OVER 完成 阿姨阿 要来跳 esos 阿姨阿 阿姨阿 每次跳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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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別怪大天二夜 好來 上衫 上衫 好